非准的行動 已經嚴重規格的航行安全 請整個航行 沒有由此引發的 它才能夠游離准行動 中國海警在金門附近海域 展開常態化執法巡查 操作一口閩南語 警告我國海巡 恫嚇意味十足 29號晚間 中國海警釋出影片 但不到一天前 我們雖然是 國民黨的一小部 卻是在斷線8年以後 兩岸的一大部 令院國民黨總召富昆奇 才率領藍尾 對外宣布仿中成果 強調將春暖花開 沒想到24小時不到 中國又主動挑釁 不大可能改變它的終極目標 它的策略方面 當然兩手策略 也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也就是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中共從來不會因為 台灣任何一個人 過去那邊以後 就改變它整體的 一個戰略的思維 中共的真正的真面目 是國民黨一直無法了解 也是國民黨一直陷入迷失的 一個關鍵的所在 略為開酸 國民黨還看不懂 而帥團仿中的 傅昆奇 不願正面回應 只是話風一轉 喊話賴清德 更應該讓兩岸 和緩的氣氛 能夠透過這次國民黨 所推動的兩岸的 春暖花開的時刻 我希望賴清德總統 你要有勇氣 要有擔當 趕快推動兩岸的 這些交流 藍英才強調 要帶回封鎖成果 如今面對恫嚇 再度要民進黨負起責任 根據國防部統計 29號到30號 共有7架次共機擾臺 當中5架次 越過海峽中線 以及進入我國西南空域 如果要春老花開 就不要殷勤不定 陳姐喊話 要中國別殷勤不定 而藍英自滿 換到的理性對話 不到一天時間 昆花一現 三立學的黃玉凡 滿血管水小組 特別